我們今天要來介紹適合親子旅遊的行程 首先我們到了四股的消防博物館 我們現在正在一樓 一進來就可以看到很舊富用的時尚機 那這裡面有很多消防車 各式各樣的 可以讓小孩子注意到很多生活姿勢 我覺得這裡還蠻不錯的 這也是三樓有一些現在消防的設施 還有一些國型跟互動的遊戲 可以讓小朋友玩喔 哇 消防員瑋恩 今天如何打火 請問一下今天幾度 今天二十五 他裡面還穿了發熱衣 對 好熱 我們現在來到尤斯亞的Jonathan's家庭餐廳 他有提供兒童餐 然後也有兒童坐飲 所以還蠻適合家庭在這邊吃飯喔 這邊有一些菜籽的飲料 還可以在這裡吃 那吃完午餐我們來到東京玩具美術館 這邊大人票券一張是800塊 如果是一大一小來的話 是總共一千要買飯 這邊有超多玩趣式的小孩子玩的 美術館一樓啊 適合零到兩歲的小朋友 二樓是適合三歲之外的小孩子來玩的 麒麟王 麒麟王 喝 出現了 左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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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這樣騎的演變 我們已經是沒辦法用言語形了 對啊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介紹的親子友樂的行程囉 來東京玩的爸爸媽媽可以參考看看喔 那下次見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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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是哪兒經過的 Gadels 還可以哦 我會變成這種人啊 我們在做個字幕 我們不用了解 我們來